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2点37分 大涨265点 最多涨了316点 你看前两天 很多人紧张成那个样子 走到要死 对不对 一直砍股票 结果今天直接开高大涨 又创历史新高 当然不是高点 收盘价 加全指数的收盘价间再创历史新高 收盘价再创历史新高 收盘价有它的意义存在 因为收盘价是一个结果 每天高低点那是一个浮动的 那是一个变动的 收盘价是一个结果 最后交易的结果 今天收盘价再创历史新高 亚洲股市的部分今天也不错 今天澳洲涨1% 南韩涨2.6% 日本涨了391点 香港涨了602点 整个亚洲都很强 今天台湾又传出了四起的本土病例 前两天就是因为本土病例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听到本土病例 走到台股票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了 疫情越严重 股市越会稳 疫情越严重股市越稳定 这是必然的道理 必然的现象 你看南韩最近也是大规模的感染 日本也是大规模的感染 结果股市拼命涨 欧洲美国都一样 所以不要再去怕自己啦 不要自己吓自己 戴着口罩买股票就对 戴着口罩是要保护你自己 把自己保护好 台湾已经开始慢慢在扩大 目前还没有失控 我们希望不要失控 失控对大家都不好 虽然今天增加了势力 可是还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 更重要的是 每个人要从自己本身做勤 勤洗手 人多的地方尽量要小心 口罩随时戴着 戴着口罩买股票 戴着口罩买股票 这个代行打错掉了 没有注意到 美工真的要打屁股 戴着口罩买股票 要买什么股票 买底部的起涨股 涨高的就不要去买了 尤其很多基本面很好的 你就不要去买那种 业绩差的投机的嘛 对不对 你看今天大盘大涨 成交量的部分 75%在电子股 75%在电子股 所以电子股主流地位没有变嘛 那航运股也占了9.5% 那航运股也占了9.5% 所以可见很多人对航运股 还是念念不忘 一直讲一直讲 讲不听耶 你看今天航运股又大跌 你这样一直加码下去 加码下去有什么意义 我一直在挡你们挡不住啊 真的自求多福啊 很多老师之前一直喊航运股 现在都不谈了 三千七口 只有林队一直跟你们讲 不好买不好买 你看光是长龙 长龙光是一月份而已 大盘一月份涨了一千多点 长龙光是一月份 跌掉33% 阳明 光是一月份 跌了35% 农运 光是这样下来 也35%要40%去了 你如果一直加码一直加码 10%的资金在抢航运股 有意义吗 小股本 拿搭去抢 你看金融股才 1.7%而已 金融股都是大规模的 金融股都是大规模的 才1.7%而已 反而是比较稳啊 对不对 富邦金今天都去三天 中国股票怕的未来 有未来 都是Q 金融股随时都有接棒的机会 富邦金最稳 所以你不要一直逆势操作 一直逆势操作是不行的啦 啊 啊 环境急是你们的 钱是你们的 你听不下去 你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 该提醒你的地方 我都应该提醒你 指数高低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重要是结构趋势 你看昨天防疫概念股 最强对不对 我看明天防疫概念股可能 也有机会表现 因为今天本土病例又多增加势力 所以尾盘防疫概念股又起来了 对 尾盘防疫概念股又起来了 明成5% 恒大 昨天涨停打开 那今天又涨了 4.5%上来 我看防疫概念股明天恐怕 又会起来 那起来也无所谓啊 本来大日轮流动的嘛 是不是 昨天是游戏软体股最强 防疫概念股最强 那今天涨了 265点 265点今天最强在哪里 今天最强 封册 日月光带动之下的封册股 日月光带头之下的封册股 今天是最强的 你看超风2449晶圆电 3711日月光头控封册带 包含联电台积电 因为外资调高平等 外资喊联电喊了60 喊台积电喊了1000 所以很多人很相信外资又抢进去 不要那么信外资啊 不要那么信外资 那我知道跟大家说什么 我要跟大家讲 每天都有新的轮动角色出来 今天除了封册以外 还有另外一组什么 太阳能 今天太阳能也不错 从和硕国硕贸敌一路下来 因为明天拜登要就职 拜登要就职 太阳能本来就是拜登的竞选支票 所以今天太阳能开始热身 我告诉你也是 指数你不要去摸头 指数涨跌也不重要 只要整个多头架构没有改变 那怎样去判断没有改变 只要一直有强势族群在接手 行情一直在轮动 那行情就是生生不息 就像昨天的防疫概念股 游戏软体股 那今天换成太阳能 放成封册 那这样都不断在接棒嘛 对不对 那你就放心的做 找底部的股票买就对 太阳能我是比较 比较不甘意 阿公说不甘意 你看最高的是硕核 硕核毛利率才多少 硕核毛利率才16%而已 你现在一年可能 贪3元左右而已 国术还赔钱 毛利率也是16% 对帽底也是水益2平而已 毛利率18% 这种行情我真的叫我买 我真的买买的 元金毛利率16% 对联合再生毛利率6% 我只买仓和 毛利率51% 你看这些个股 越是赔钱的 你看越是赔钱的 股价都涨了一波 反而赚大钱的 股价在底部 10个月的底部 所以仓和我一两天给你们说 最后两天的反转时间 最后两天的反转时间 果然反转出现了 10个月的底部 你看这10个月来 加权指数 10个月来 加权指数涨了7000多点 获利创新高的 仓和反而 对35%删到105% 水中股票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 随时只要一反转上去 你要探30% 50% 集合都很大 所以太阳能股的部分 再庆祝拜登当选 庆祝拜登就职 仓和 优先锁定注意 优先锁定注意 哪些 今天封测股也是带动整个盘式 很重要的一个族群 你看日月光 今天差一点点涨停了 差一点点涨停了 109.5了 你知道光是这样上来多少你知道吗 已经要90% 87%了 大家都在看台积电 哇台积电护国神山啊 你知道我没有买台积电 我这次我压日月光 而且我也跟大家讲过 在外资坐账列车里面 重点就是日月光 但这些股票也都涨了 有没有差别 当然有差嘛 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从425涨到625 425涨到625不到50%啊 47% 联发科 联发科这波从600涨到900 600涨到900 你买最低卖最高50% 那如果没有买最低没有卖最高 只有40几%而已 日月光 日月光 从5859一路飙到现在 109 买到90% 有差吗 差很多啦 没有做台积电 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啦 日月光 赚得比台积电 多了一倍 多了一倍 日月光 我跟大家讲过 还会涨 最近日月光在涨的时候 也带动整个封册族群 对 晶圆店 超风 奇邦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我特别讲了 封册这一组 还会继续带着大盘攻击 你没有听说我就没办法了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我特别讲了 对那旺虹 卖掉是不是很漂亮 60%放口袋卖掉之后就掉下来了 大盘涨了一千点出去 一千五百点出去 旺虹反正往下掉 我们43块没的啊 60%放口袋是不是很爽 那旺虹就掉下来了 所以会向前才会向前 群创也是啊 15块没的刀是不是落下了 昨天报纸在讲面板涨价三成 那涨价三成那么好 为什么外资昨天是大卖 有达群创的 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单纯去看报纸的消息 看报纸的消息如果能够赚钱 大家好厌人啊 大家都有钱人 今天大立光跟郁金光也反转了 这反转出来了 这乱也让注意啊 即将进入一波新的三十天的上涨行情 瑞翼也是随时会喷出去的 瑞翼也是随时会喷出去的 外资也在加嘛 法人持股也高达55% 对是不是那么多底部的期涨股 你何必一直在追高呢 是不是 最近台积电发布了日本支出 比去年同期增加80% 所以半导体设备股的部分 金测冲出去 那金测冲出去 我不会接你再去买金测 我今天买一档 半导体设备股哪一档 六二二三的旺细 我今天买旺细 旺细间涨停 那为什么要买旺细 我给大家看喔 这档个股一定要注意喔 这档个股要注意喔 这档个股要注意喔 隔一点时间喔 我调整一下 来 我们来看这两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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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金测 上面是旺细 两个一样都是做探测针的 两个一样都是做探测针的 你看是不是跌涨 跌涨都是同步 那现在金测已经冲出去了 破钱高了 对金测冲出去破钱高了 旺细呢要买 所以旺细接下来有机会动 那旺细业细也不错 旺细前三季的每股获利 已经7块钱了 前三季已经7块钱了 第四季的获利 也还不错大概有 2块到2块半 所以去年全年获利应该有 大概9块到9块半 那9块到9块半 比5.3的108年 几乎成长的快一倍 那股价相对是比较低的 股价相对是比较低的 你看你金测来说 金测大概赚28块 股价涨到1000 本益比已经快40倍了 那旺细才多少 旺细如果以9块钱来算的话 大概13倍而已 大概13倍而已 所以半导体设备股里面 旺细要特别注意 这跟金测都是同步性的股票 我今天是带会员 至终会员买了旺细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以说买什么股票 不是看它强弱涨跌 你要有依据 你要有依据 台积电这一次的 资本支出扩大那么多 半导体设备股的部分 无形之间是受惠的 那我帽间尾盘又拉得上来 不要去堆了 不要去堆了 量已经缩下来了 指标也在高档 不要再堆了 这波到450之后 慢慢的要修正了 长期是看好的 不用讲 长期是看好的 等下一波再带你们做 那帽龄这波23天 整理会结束了 两日之内也会出现反转 当反转出现之后 又是一波新的24天的多头 帽龄业绩也是很好 每个月都是倍数的成长 去年一般赚10块钱 年成长的快三倍 年成长的快三倍 也是底部的个股 今天国具 喷出去了 我们来看国具 今天国具一度涨了618元 外市调高目标价680元 我们来看今天太阳佑电跟春天制作所 今天太阳佑电大涨了7.7% 再创历史新高 再创历史新高 相当于国具已经到789了 春天制作所今天涨得比较少 也有2.5% 那国具间 只涨了6块钱而已 搞不好明天就直接冲出去了 但这里你再去追 你如果堆得淡淡 那我们底部买了 就抱得放心了嘛 对不对 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绝对是对的 核硕这两天要整理 软的时间也是要求 我们64块钱买起来 2357的华硕 今天起两块钱 指标要洗原地会踏步 有软也是要求 这都是长期大好的个股 都是从底部刚开始而已 游戏软体股的部分 3293的星象 尖叠4块钱 我们上星期有750买的 750买的 750买的就是 我赚20块 这个底部才刚开始而已 刚要开始放寒假而已 所以还有那么多底部的股票 对不对 一档一档都给大家看了 但也不可能全部讲到满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也不可能说 每一档都跟大家提及到 那有那么多好股票要涨 你担心什么呢 所以不要去关心指数 指数有问题 我会告诉你 否则一档一档底部的个股 一档一档底部的起涨股 放心的操作 你可以加入零和业行列 你可以加入我的行列 我带你买底部的起涨股 尤其圆月的币涨股 圆月还有哪些股票 每年都在一月份起涨的 我带你做 我带着你做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我们在赚一波都是30% 50% 30%还算少的 60% 80% 你看国具已经快一倍了 双红去年赚了1.5倍 资讯费其实 都OK啦 都OK啦 能够一起赚大钱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负责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